開的啦 假期開的啦 但是 我也感覺說 已經都播種了 你看 對不對 因為很有成就感 所以根部長報告就是說 所以這個農業機械化這件事情 就會讓人 就會讓我們在從事農業務農的時候 就會很輕鬆 管市大臺的 像我們的這一個 我們講的那個耕耘機 或者是大型的這種四五百萬 那農業部都是補助三分之一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 自動化機械化補助 甚至帶更業者 農民從農才會更輕鬆 所以這個政策絕對會 持續的來全力支持 但不能只有自動化機械化 還要再搭配 彩後的分級包裝處理跟冷鏈 那品質提高以後價格會更高 我想這個是農業部門現在 正在積極進行的最重要的政策